好 來Yuki 妳也曾經 妳也很無聊 妳透過前世今生 但是她想了解自己跟女兒的緣分 對 我跟我女兒的感情 真的不太像是媽媽跟女兒 就是身旁的親朋好友 同事都會覺得 我跟我女兒就像是姐妹像朋友 那我也覺得很神奇 就是我在跟我女兒相處的過程裡面 我就不會覺得我是媽媽 那有一次呢 我就陪我朋友去看前世今生 因為我實在太好奇了 那我也無聊 我就說老師那不然妳幫我看一下 我跟我女兒上輩子是什麼關係好了這樣 結果她就幫我看了之後 她就說妳跟妳妹 她說我跟我女兒 在上一輩子呢 其實我女兒是我的弟弟 她身分是我弟弟 可是在那一世的時候 因為剛好戰亂走丟了 所以呢我女兒就是 她要來再續這樣的一個姐弟情緣 所以才來當我的女兒 可是呢那個老師她講的一句話 讓我覺得我很相信 這是真的原因 是因為她就跟我說 在那一世啊 是因為戰亂走丟之後 結果呢妳弟弟就是靠畫畫 賣她的畫作為生 所以才在那一世有繼續存活下去這樣 我就起雞皮疙瘩 因為那個老師她不知道 我女兒很會畫畫 對 可是那老師她有提醒我一點 她說呢因為我跟我 上輩子的那個弟弟 是戰亂的時候走丟 所以她就提醒我說 我這輩子在跟我女兒相處的時候 我女兒她是因為 要再來去續那一段 後面沒有的一個情分嘛 所以老師就提醒我 她說呢我女兒長大之後啊 可能就是會出國 或者去比較遠的地方發展 她說叫我就是要做好心理準備 心理也要準備 錢也要存好 做媽媽的 然後她的這個學費要存好 是啊 不過這真的很妙 我們聽前世今生喔 有時候會覺得好像在聽一個故事 不一定跟自己是這麼的切身有關係 但她講到一個點 妳對應到的時候 妳自己真的起雞皮疙瘩 對啊 Yuki那妳比如說 我們有些人聽前世今生的故事 聽起來好像聽好玩的 但是妳聽完了妳跟女兒前世的關係之後 妳自己有什麼不一樣的態度的轉變 可是讓我覺得最神奇的就是呢 我那時候除了問跟我女兒的關係之外 我還問說 老師那妳幫我看一下 我的主神是哪一位神迷 因為那時候我才剛接觸宗教 那我一直以為我的主神是觀聖帝君 結果後來我就問那個老師 那老師就說沒有喔 我看一下那個形象 妳的主神應該是觀音佛祖喔 她就這樣跟我講 可是我大概去看完錢世今生 大概過不到半年 我真的去天宮廟有寡 不會問出來我的主神真的是觀音佛祖 而且我也去了那一間廟認了那個主神 當我的主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哇這老師真的 講得還蠻真的 來來來 我們也接著來請教 是 妳跟妳的女兒米娜是 前世是 我不知道她太愛我 但我覺得她很黏很煩 我觉得他的爱 好像就是 我感觉就像 我觉得我跟他前世之间 应该不是 只是母子母女之类的 我觉得你好像是前世 但是你后来 某些原因 你把他抛弃 你就跑掉了 所以他应该是我前世 某一任什么妻子 还是什么 之类的 然后他现在回来 还是继续要追导 他真的实在 你看过他 你是为什么会跑掉 就是把人家放弃 他太烦了 还不是交了男朋友跑掉 还是什么之类的 那真处蜜 真的也引起了 我很想要探究一下 我的前世 今生 为什么我跟你 可以坐在这边20年 你不觉得这也是 大家会很想知道 对不对